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請起立 走 大家請坐 請站在今晚的平安 大家好 辛苦 辛苦 實際上 要辛苦 應該是學生的時代 但是為了台灣的健康 為了台灣的檢討 為了台灣的生命 我們無論幾歲 年輕人 青年人 還有長輩 為了八十幾歲 也是團論 來上課 為了我們 台灣這個政府 還是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對我們有什麼 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以前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對中華民國的了解 還對現在台灣的了解 到底有多少的了解 過去在幾十年的歷史 或者是我們過去的生活 可能有接觸到 那可能你們也不曾聽過 就像我做牧師 我對法 法律方面 到了神學院才會學到 原來法 過去台灣人 我們台灣比較希望說清理法 但是 因為跟幾個國外的接觸 然後看到國外的 體制 生活的品質 有時候 乏離請 會有一些不同的落差 所以今天 就是因為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不怕天兔 有的人說天兔已經變成魔鬼兔 的確是非常的強悍 聽說是在三十年來的台灣 第二個最超強的颱風 不管怎麼樣 無論怎麼樣 但是我們的心 為了台灣民政府 為了台灣的政策化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 台灣民政府中央會館 重新調整 重新看見 你過去所看的 跟現在所看的 過去所想的 跟現在所想的 過去會假的 跟今天這個假的 會有一些的變化 不過一個人的觀念改變 真的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一個人的觀念真的不容易 就像我常常講 我個人 我在三十多年前認識 我 我的太太的時候 我的感情是對 塞磊 西羅小姐 那她爸爸媽媽 一聽到說 反諾 她一定 絕對反對 你跟反諾 亂愛 哇 那時候真的是 對女兒 很大的壓迫 但是那是三十多年前 三十幾年前 真的 像美国 白人跟黑人 戀愛的時候 父母親 不管三四五六十年前 一聽到黑人 他們就 那個改變 觀念 真的不容易改變 就像我自己的體驗 那三十多年前 那 我的太太就說 煩惱有什麼不好 煩惱也是人 小朋友 你有聽到煩惱嗎 以前有聽到 我會覺得 這個煩惱好像是出臭的人 所以 太太跟父母親這樣的爭鬥 就是觀念的問題 所以 我們結婚了後 結婚了後 過幾年 生了第一個兒子 喔 煩惱嫂也是可愛 這樣 所以 有時候那個觀念 要改 真的不容易的改變 何況 讓我們對中華民國 跟 現在台灣民政府 批判 論述 中華民國的這一些 更多 雜亂 無章的歷史 的時候 這個觀念也是 很難 對不對 曾經聽過說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政府啊 請就 高三十 那 對中華民國 有什麼 有什麼破壞 有什麼 破壞 有什麼 對中華民國的形容 或者是 侮辱中華民國 很多的高三 高三 就說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政府啊 真是我們的北部啊 我們的父母親怎麼可以被推翻呢 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 觀念 觀念 實際上很困難 但是 有時候 觀念 要改就改 真的 要改 真的要 最大的決心 要改 那 國際對中華民國的認識 因為 六十八年給我們 交易到現在 真的厲害 就像 一般台灣的學者 對台灣歷史說 台灣歷史是 四百年來 好像說四百年來 都是 都是 外來的統治者 來統治我們的台灣 但是 有沒有人說過 五、六千年以上 或是一億萬年前 以上的台灣歷史 有聽到嗎 沒有 是怎樣 這就是我們 高三奏 跟你們 不是你們我 這是對於法的論述 必須要面對 那一般的說 五、六千年前 也不一定事實 是不是 世界上 一萬年 以前 高三奏 早就 很早就來到台灣 有人說 有喔 人類學有這樣說 或是在 在挖土 這個 一些的人類學 他們在挖土 在 無論是骨頭也好 在研究的時候 咦? 咦? 我們台灣也是有 既舊六千年以上 那為什麼會 沒有把五、六千年 這樣的歷史 放在 台灣人 或是高砂族的身上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分析 我做牧師的分析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厲害 無論學者 大部分都是四百年來 民進黨選舉的是 我們四百年來 無論國民黨也是一樣 四百年來 是怎麼不可以算 我們的高砂族的祖先 因為高砂族的祖先到北部祖 所以我個人認為 也應該不是只有四百年才算台灣 但是因為到了四百年左右的時間 中國人的唐山公 母阿嬤 那都來到台灣 那跟高砂族的結婚 就變成平埔族 所以我個人認為 也應該不是只有四百年才算台灣人 至少有這樣的論述 那因為就像中華民國 它厲害到什麼樣的程度 一般台灣人 還是中華民國人 我不講中華民國國民 我說中華民國人 那也包括台灣人 任何人在台灣的都稱為中華民國的人 那他們不會去想1895年 滿清大帝跟日本大帝所訂定條約的 馬關條約的內容 因為有人說這是貴旗的歷史 這個歷史也不是真正的 滿清就是滿清 跟中國有什麼一樣 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所以把它切斷 那實際上本來就留下來的 中國的歷史一直流流流流流流到滿清 然後滿清一直流到日本時代 這個都是有一連串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給我們的教育把它切斷 你看本土自認為本土的這個建國黨 他們認為說 你看台灣人是過去 在馬關條約的內容 很多台灣人說 那個是過去的事件 連建國黨的老闆還是主席也是一樣 我們怎麼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呢 我們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為什麼變罪日本人 這個觀念不可以 所以有人說是台灣就是台灣 什麼日本人 我沒有 我有日本人像殘酷這樣 實際上 這些都是中華民國的68年 仇日的一個過程跟成果 導致於我們台灣人也是一樣 對日本人沒有什麼意愛 沒有什麼 對他們有什麼喜愛 但是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有幾個老前輩呢 七八十歲 七十八十歲以上的人 對日本人也是有懷念 所以我一個阿伯 那我這個堂弟呢 他也跟我講說 我這個我伯母是在日本時代當護士的 那當護士的時候他也講說 欸他回去 日本回到日本去的時候 那他們說五十年以後 我們還會再回來 五十年了後 我們要回來 那是不是這個時候呢 有的人在分析 那在建國黨 特別說我參加 在南島 八月二十的時候 我們要去討論 到底台灣民進府是不是 詐騙集團 這個說明會 因為有很多 裡面都是目書中路 所以我一定參加 來做說明 這個建國黨的秘書長 魏瑞明 他怎麼說 說這個馬關條約 都是過去的事件 這是古早的歷史 跟我們台灣的歷史 無關 要給他掛開 要給他隔開嗎 這個就是今天台灣本土台灣 有些本土台灣人 或是喜歡台灣獨立的人 一個迷惘 在前幾天 九月十七號 我在身體聖營學院的時候 我也遇到 中路教會 做立總幹事 的目書 他也講 我們 我跟他 跟他做說明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立場 那台灣基督中路教會 因為發這個 教會目函 所以要小心 台灣民進府 檢查是詐騙集團 所以為了這個原因 我特別跟朝團 跟台東的更生教會 跟整個禮拜 整個禮拜 聖營學院在那邊 討論 台灣民進府跟 共同教會的關係 那竟然 近年 這個助理總幹事 這個是長老教會 蠻大的一個高階 竟然他也說 台灣 我們有護照 我們有護照 有護照 有護照 有passport 就是 等於 台灣就是 主管的國家 好 不對喔 你要想想看 什麼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哪有主管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沒辦法 沒辦法到聯合國 是怎麼沒辦法來參加國際的組織 這個都要去考慮 他說 我們有passport 到別的國家 也可以去旅行啊 這個就是 中華民國的厲害 到這個地步 那當然每一個人不一樣 那我們看看 有的人說 是不是 中華民國這個102年 一直算到現在 真的是 但是 講 語法來說 真的是 不要連的 中華民國 因為 中華民國 在 1911年到1949年 這個38年 只有中華民國存在 這個38年 1949年以後 被 老共 錢滅掉 甚至於趕出中國 中華民國 逃到台灣 所以 在戰爭法 什麼是逃亡 流亡政府 就是你不在 你沒有 不在你自己的 國家上 也不在你自己 土地上 建立你自己的政府 都問到 別的國家的地方 在那裡 建立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政府 這就是流亡 這是你不在 除非你再回到中國 這個中華民國 除非再回到 中國老共那邊 再征戰 然後 打勝仗 再把 中共的這個 中華民國的 國權 政權 奪回來 那中華民國 在中國 才算 中國 有中華民國 這個政權在 如果沒有 你不是在中國 中華民國 是在台灣 台灣跟 中華民國 實際上 沒有關係 真的 沒有什麼關係 那來到台灣 強迫我們台灣人 所以 為什麼 昨天 我們秘書長 Chinese Taipei 有聽到嗎 Chinese Taipei 中華台北 實際上 中國的台北 也是中國台北 那 原文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是 流亡政權 在 台北 所以這個都是 原來的意思 因為 秘書長不是也有 比喻其他的國家 也是如此 所以在那時候 以為是說 中華民國 本來就是 幫助中國人 當時對中國人是 真的有生 有生命之寶 有盼望的 但是在了 10月1日呢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了 把中華民國打散 趕到台灣 所以這個 兩個中國的 時代的 來臨 也是讓 中國人 混亂 然後 失望 那當然 中共他們 高興啊 那 中華民國逃到這邊 一定是 不高興啊 但是 畢竟 已經來到台灣 也是我們 今天要面對的 那 本來奔透台灣 我們在做國 一看 中國的 軍人 怎麼好像拿 鋤頭啦 拿一些好像要去工作的那些 不像當兵 不像軍人的那種 吉利卡拉 又不會排隊 日本投降 回到日本的軍隊的時候 那些軍隊仍然還是排隊的 井然有序 就像我們常常聽到的 在311他們日本海嘯 正在的時候 他們不會 正先恐後的排隊 他們買東西 也是要排隊 你看他們那種井然有序的排隊 這是讓全世界刮目相看 我們台灣人以前也是一樣 中國人還沒到台灣也是 收到日本教育 日本統治 管理也是 也是竟然有序 有排隊 好想提供 但是 中國人 中華民國人來了 什麼都打亂了 所以我們就進入到破滅的時代 而且是一番強權欺壓欺騙歷史的時代的到來 我為什麼說流亡中華民國的0與1 今天的題目 其實很簡單 0本來就是按照數據來講說 0也是靈魂 靈魂什麼都沒有 但是1呢 1現在有1 有了1 就有了2 有了2 就有了3 漸漸發電 好像什麼都有 這種情況 台灣不是這樣的時代嗎 現在 馬英九不是說 講了好幾遍 黨產要歸零 歸零 歸零 不但沒有歸零 歸越來越多 歸八億 說不定 歸千億 真的呢 那哪裡來 他就是有辦法 歸零 不然 他也是強權欺壓 欺壓我們台灣人 才造成這樣 所以台灣人民真的可憐 不過我們沒有悲觀的時候的到來 今天我們雖然看見中華民國的敗壞 但是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 所以今天你我 來告台灣民政府 這就是來看出 是我們生命價值的一個契機 假如我們沒有弄清楚 我們就不清楚 到底我們今天的生命的價值 還有我們今天台灣民政府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從昨天 有的還要進入到高級班 這些都是讓我們看見 台灣民政府的法源論述 那法源論述 我們秘書長真的不容易 幾乎一兩天 一天都是有一篇兩篇 來論述 戰爭法 國際法 還有舊親商和平條約 整個台灣的命脈 還有中華民國的這一些的來龍去脈 本來不知道中華民國 好像我們中華民國 就像我們高砂族 有一個一般的二十幾年前 然後我們的總統是什麼 蔣總統 已經換李登輝了 我們的總統是什麼 蔣總統 然後到了陳水扁 有的高砂族 我們的總統是什麼人 蔣總統 什麼都是蔣總統 所以這個觀念 不要笑喔 可能平地也有 比較很難改變的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除了我們看馬關條約的重要的條例以外呢 我們看看 流亡中華民國之民同志 今天的台灣 還有我們民政府 給我們更大的契機是什麼 那今天來思考這樣的事情 那我記得 陸教福音一章有這樣的記載 他 他身出全能的守備 驅除狂傲著心中一切的寂寞 他把強大狂傲的君王 從寶座上推下去 他又抬舉卑微的人 這個卑微的人呢 不是卑鄙 而是願意學習謙卑又實踐正義公義的人 這也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一直在尋找的一個特質 當然每個人的論述不一樣 就像剛剛所我們看的前面的講師 不要批判往好的 往樂觀派的 但是在法院裡面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不對就是不對 很難說給你體諒 因為 除非當然沒有衝突了 我們的特質 就像上一堂所給我們的這樣的特質 但是我們要重新看見 中華民國的卑鄙的時候 我們用法源來看 然後台灣的期待跟希望 我們也要從法源來看 這是秘書長告訴我們的 今天這次的馬關條約 在1683年 大清帝國征服了正成功的王朝 他們正式家族啊 佔領了台灣 204年以後呢 把台灣當作一個中國的一個省 也就是說被拼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但是交五戰爭後 就是馬關條約呢 台灣全島 永久割讓於日本 這個就是 馬關條約的最重要的一條 那但是 1895年 仍然 我們看看 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的有效管轄 並沒有整個台灣全島 漢人同肯區有 古馬蘭 還有丹水 中華 嘉義 台南 鳳山 鳳山 那這個 有六個地區是 整個滿清 他們六個坑坑區 我們有一個 昨天 這個好像禪 那 右邊都是高砂族的土地 所以高砂族 你看整個 因為 當時 這個滿清呢 沒有把 高砂族當作管轄的 沒有把它當作是 自己的 自己的人民 在 我們看看 大清 把這個 漢人移民到台灣的時候 也把它當作平地原住民 那在中國領土上 也成為 台灣的一個 一部分 那其他的住民呢 沒有受大清帝國的統治 這個就是說 右邊這個地方 架邊架是 都是高砂族 所以 像架是 北對平地人的 那當然 你看 假如說 把高砂族 衛生 教育方面 或者是 被有效的管理的時候 我相信 國有三 做的 人口 不會輸給平地人 你看現在兩千 兩千三百萬 那將近四百萬是 中國難民的 中華民國國民的 那 差不多一千九百萬是 我們的 北對人 那當中才五十二萬是 高砂族 難道 一千多年 一直到現在 經過了五六千年的 高砂族 也是五十幾萬 那平地人 只有四百年而已 然後就一千九百萬 有高砂族嗎 北對人 沒得到 我們高砂族 也是有 一個人 生了很像小雞一樣 勃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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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 這樣 生了幾個 也不會輸給平地人 那當然以前平地人 也是一樣 有生八的 八的 還是十的 還是幾個小孩 那高砂族 也是十二十三個 是平常的 那為什麼 你看 花了幾千年 五十二萬而已 那你們是四百年而已 就生了 那麼多那麼快 這個就是衛生教育 而且 因為那時候馬拉利亞 滿清大地 這些滿清人 沒有把 台灣高砂族 當作自己的人 所以沒有好好去 保護他們的生命 所以那時候的馬拉利亞 非常強 所以一碰到馬拉利亞 就會死 那是因為衛生的 衛生教育的問題 好 我們看看 雖然他們 大清帝國 有的人說 這個台灣神 跟現在的佛摩薩 有一些不同 台灣神是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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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真的佛摩薩 不是只有 這個禪 台灣 隆重的台灣 這是以前的佛摩薩 這是以前的佛摩薩 好 我們看看佛摩薩 當時大清帝國 沒有把整個佛摩薩 有主權的定位 都是管理權 都是管轄 都是管轄 沒有真正的主權 所以沒有那個主權 但是到了 日本時代的時候 馬關條約的第二條 中國將管轄台灣全島的權利 永久割讓給日本帝國 就是日本天皇 所以我也看過中華民國的外交史冊子 忘記幾頁 他們那邊也寫 整個的 所有的台灣 澎湖 還有周邊的群島 永久割讓給 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那時候就開始 有台灣的主權 是從什麼時候 張秘書定武功 歸尼 1895年 1895年 西韋 那個是整個已經宣告 轉世界 台灣 澎湖 周邊群島 就是 日本天皇 所以所有權 就已經在那個地方 給那些台灣 喜歡講台灣獨立的 他們不願意去研究這個歷史 好像說這個歷史 那個歷史跟今天的台灣歷史 無關 所以這樣的觀念 中華民國很厲害 就幫你切割 世界上真的無關嗎 沒有 有沒有關係 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重新調整 我們今天歷史的觀念 歷史 今天來到台灣民政府 很多正確的歷史 在台灣民政府可以找到 在中華民國的整個的歷史 大部分都是扭曲的歷史 大部分都是扭曲的歷史 好 連 到了日本 他接收 1895年 日本接收 這個台灣的時候 將近 十年 昨天 秘書長有講說 1905年到 19幾年 15年 十年的時間 跟我們台灣高砂族 在那邊爭戰 所以我們可歌可泣 很多台灣高砂族的頭目 非常強悍 一般 那個美國 跟印第安 還是日本跟北海道的愛奴族 一年 還是幾個月 改割掉 是怎麼來到台灣 要用 十年的時間 沒有話講 高砂族厲害啊 這一次 是三萬九千一百 我們每一年去 日本的靖國神社 去參拜 那我們一般是 基督教是用追思紀念 對思紀念 因為我們的參拜的意思是 因為 沒有把他們當作的上帝來看 是我們的祖先 來 敬念 紀念 他們的 勇敢的進行 是我們用追思紀念 那在這種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 都沒有關係 那是個人的角度 不過在這種 方面呢 我們看看 高砂族 三萬九千一百 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高砂族 進攻 美國 麥克阿瑟的 當時在菲律賓的 那個地方 差不多一百多架 都被 我們這個 台灣人 高砂族 一起進攻到菲律賓 讓麥克阿瑟說 我活了那麼多年 而且進攻了那麼多的國家 只有這一次到底是誰 我臉真的不知道要放到哪裡 因為整個 他們的一百多架都被 日本的台灣人 我們平地的或是高砂族 稱那個比較清醒的 戰鬥機 進攻 而且是 趕死隊 所以有的叫做高砂 義勇軍 有沒有聽到 高砂義勇軍 所以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產生的 那當然這個都是 過去的歷史 那 但是到了這個 那 但是到了這個 你看在 五月八日的時候 他們在 這個是 大日本帝國的 宜藤博文 還有 這個是陸奧 中光 這個都是他們代表 跟 大地 大清帝國 交接 台灣跟澎湖的整個的 一系列的東西 或是島嶼的 整個的領域 在那邊交接的 那今天 重點 馬關條約 不要忘記 重點就是 雖然 日本放棄 大地 大地 滿清大地 跟日本大地所 定定的條約是 整個所有權狀 都歸給日本天皇 就像我們 在北部 在北部 這個土地 還是這個房子 是遊玩北部的所有館 小孩 雖然住在這裡 但是所有館 不是小孩 遊玩北部 有一天 當 所有館 把它移交到 各讓給小孩 就變成小孩的所有館 所以今天 我們雖然有台灣人 我們很多人說 台灣人 昨天秘書町有說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不對 對 因為裡面有難民的中國人 逃難的中華民國人 我一直跟幾個穆斯坦 還有我們古沙族 有一個人 逃難到你的房子 在那裡 讓你餐 讓你幫助 逃難的人 到六十年 或七十年 之後逃難 逃難的人 變成主郎 還是變成你本身的主郎 來決定你的土地 這樣有合理嗎 這樣有合理嗎 沒有啊 當然不合理吧 就像逃難的中華民國 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決定我們台灣的前途 不但決定還要強壓 用戒嚴時期 用軍人時期 打壓二二八事件發生 恐怖組織發生 擺設恐怖都來 黑道掛鉤 官縮文化 整個這些瀰漫在現在的台灣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自己自虐的 是中華民國的原因 是中國人來到這個地方 整個都敗壞 古沙族本來也是單純的 你碰到古沙族不要以為單純了 他有時候也會騙你 因為也已經學到 台灣人的不單純 還是有動機的 因為這個動機從哪裡學來 本身我們台灣人 本來也是單純的台灣人 因為中國人來了 就學習他的壓榨 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壓榨 悲觀生命都生活在這個地方 然後也影響古沙族來到島七的萬族民 所以都彼此影響 這些要怎麼去改 是不容易 讓台灣民政府來做主 這樣好不好 讓台灣民政府這樣來做主管 好嗎 也是要你們我會參與 你我的參與 才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看看今天流亡中華民國 統治的台灣 六四八年的時間 本來什麼都沒有 本來是零 中華民國 去你卡拉的軍人來到台灣 這個是軍人 怎麼很像是 好像什麼工人 還是 真的是土匪 去吃的人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因為 到了他們的掌控 六十八年的歷史 你看 假如沒有服從 而且違背它的話 你什麼都沒有 你要學習紅包文化 你要學習紅包文化 所以不是有一次嗎 你看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掌權 今天台灣的社會 一 零是什麼都沒有 一是 一有 一了有二有三 然後現在變來變去 什麼都有 在國民黨 的特別領袖裡面 有的人說 我們要 治我們今天台灣社會的 癌症 政治癌 它有政治癌症 這樣會 我們把它給它 醫治醫的更好 但是呢 有的 要談論國事會議 在八月十日的 自由時報社論一個標題 它這樣的記載 國事會議 治不了病根 國家到這個時候 病入高煌 所謂的國事會議 僅有狗皮高藥的了效 治不了病根 而萬惡之緣的黨產 馬英九說 好幾次黨產要歸零 但是 越歸越多 越變成更多 難以 數算的黨產 那如何要怎麼去 突破今天 中華民國 昨天我們也聽到了 French London French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Korea Shanghai Korea Israel Government in Shanghai Belizion London 比利時倫敦也是 比利時在流亡政府 在倫敦 這些都是原來的字 那我們沒有上過課 沒有看過這樣的字 以為是中華台北 特別是我們不是常常說 中華台北 不是每次奧運 或者是亞運 或者是職棒 中華台北 中華加油 沒有 台灣加油 我們自己矛盾 我們的名字是中華台北 但是 爛台王說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奇怪了 跟原來的證明 中華台北跟台灣 不一樣 所以今天 我也鼓勵我們 高山主 高山主 將來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自己組織高山做個棒球隊 紅葉哨棒 或者是以前 中華台 中華什麼哨棒 很多台灣不是有得到好幾屆的世界棒軍 世界冠軍不是嗎 都是中華台北 那這些 有的人像紅葉哨棒 一個叫做余洪開 最早的一個時代的少棒球員 到了年輕人 沒有被中華民國栽培 然後就酗酒 酗酒 就這樣死掉了 不只是他洋川廣也是一樣 對嗎 洋川廣本來是世界第二的 結果最凹 他還是酗酒 這樣過世 所以很可憐 連我們自己不只是高山主 連我們平地人也是一樣 你看為什麼有的馬上到日本 高中的時候棒球那麼厲害 或是籃球很厲害 馬上有別的國家邀請他 聘請他們馬上離開台灣 我想不是離開台灣 離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沒有好好的栽培 就像我們高山州 一個司馬庫斯 我以前在司馬庫斯教會 你有聽到司馬庫斯嗎 共同經營的 共同經營 我在這邊快五年 本來三家的共同經營 我離開的時候已經有二十多家一起共同經營 那他們一個部落 就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一起吃 那土地他們一起管理 那在小時候 司馬庫斯因為小朋友從 司馬庫斯到對面的 星光都要走半天 要走半天 也是打次腳 然後 我們台灣 國小馬拉松比賽的時候 這個馬拉松 第一名到第十名 都是司馬庫斯的人 打次腳 國小 你看馬拉松 他們體力太好了 就像今天的肯亞 非洲的 他們生活營養雖然不一樣 但是他們體力好 因為還是有人栽培 本來是 不只是 太兒族的司馬庫斯 連屏東的 台東的阿密斯 或是屏東的盧凱百萬 以前都是馬拉松 越來越好的 結果都是 好像 一個阿密什麼 什麼精髓啊 五精髓 你看 本來好的 好好的 好端端的 結果被誤賴 帶著什麼 棄友 然後就被關 拖了好幾年的關屍 到底 所以中華廟國有幫助嗎 想來想去更慶 就像今天這幾天的官司法 你看現在是馬王正在那邊鬥爭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的本質出現 從以前一直到現在 所以台灣人要擱脫 台灣人說 民進黨 建國黨 還是台灣共和國說 我們對選 來選 我們自己台灣人 這樣好不好好啊 不好意思 很感動 我也參加 為什麼中華民國阿必到這個地步呢 我才想到 他為什麼沒有辦法 第二任的時候 改台灣這個證明 本來中華民國要 架名 請罪台灣 對不對 他第二任的選舉 選舉總統不是有這樣的口號嗎 要架名 來做台灣自憲 哇 大家高興得不得了 哇 晚上自己自己出油錢 然後就參加 哇 幾萬人在那裡 高興得很感動 哇 動算動算了 這個當選以後呢 阿必說什麼 我沒當者就是沒當者 我們本來說什麼 沒當者就是沒當者 因為他在就是 中華民國總統就任的時候 有一個誓約 他說我是中華民國第幾任 總統當選就職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沒有 效忠中華民國 他沒有講說效忠台灣 有嗎 沒有啊 效忠中華民國 結果 到了 他自己沒有辦法 第三條怎麼說 除了效忠中華民國 要實現中華民國憲法 而且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裡面有台灣沒有 沒有啊 1911年 1911年到1949年 這個整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是只有中國而已 沒有台灣 沒有台灣澎湖啊 所以只有到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時候 才把台灣 納入到徵修條文 中華民國憲法不改呢 只有徵修條文就 讓所有的台灣人 滴滴滴滴滴 你看 徵修條文應該是母法 做一個保障啦對不對 憲法就是母法 應該保障 那些 那些 很多條類啊 但是 不但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母法 沒有辦法保證 保障 台灣的安全 還只有一些徵修條文 還放了那麼多條 幾乎在那邊 把台灣人 喇來喇去 這個台灣很可憐啊 所以今天 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就是這個因素 站起來 我們看看 中華民國 在流亡的 流亡政府 他不是台灣 台灣也不是中華民國 那剛剛說講 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沒有包含 台灣 澎湖 連 WTO 世界衛生組織的 然後 為什麼會把它當作 關稅領域區 這個關稅領域區 是 只有被佔領的地區 才會用 關稅領域區 以前沒有聽過 我以前也沒有聽過 你有 沒聽過嗎 關稅領域區 你不得不用這樣的關稅 有特別的一個領域區 你才可以 這個是 這個是 美國是幫助我們 因為 美國是他佔領我們台灣 真正的獨立 不必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必關稅領域區 日本就是日本 韓國就是韓國 美國就是美國 德國就是德國 英國就是英國 哪裏還有台 英國關稅領域區 沒有啦 只有台灣 因為台灣是 尖領中 所以台灣 仍然還是 是在舊金商和平條約說 台灣 美國是台灣 佔領的主要權力的國家 以前不聽到 以前不聽到 我來到民政府才聽到 我相信你們也是 是不是 這樣有頂到 不錯 因為大家累了 要不要來唱歌 那唱歌也是 三枚三日都被睡了 好 那我們繼續 連那個布希也曾經講過 台灣跟中華民國 都不是國家 2004年 2025年 前國務卿的 鮑威爾 也是有一樣 這樣說 台灣 沒有享有 國主權獨立的國家 它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 對於我們本土台灣人來說 文化 名稱 我們整個生活都打亂了 混淆了 但是 我們可以 有的人說 欸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因為 我的祖先是對 遼寧 還是對 廣東 所以 你們當中 可能有 有的說 你怎麼對哪裡 對中國 所以 我們也是中國人 我 我特別注意聽 昨天秘書長 所以我再一次強調 明年四月到六月 請你們注意 也是 合理的情侠說 中國共產黨 會來到台灣 把台胞證 他們喜歡 他們喜歡 改為 中華卡 特別注意 特別喜歡到 中國的人 他們 一定馬上換 台胞證 一定馬上換 中華卡 因為這樣的話 不必 不必去檢查 看到你中華卡 就是中國的 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的 身份證 所以 你一旦拿到 中華卡 你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要申請 台灣民 政府的 台灣政府 的 身份證的話 要等六年 要等六年 你變成拘留者 你原來是台灣人 你拿到中華卡 特別是我們高砂族 特別注意 特別是有的說 我的 是中國人 我的媳婦是中國的 或是廣東 廣西 陝西 四川省的 我也把台胞證 換中華卡 要注意 你一旦換了 你就沒有辦法 有台灣政府的 身份證 你要申請 你要在台灣 居留六年 六年成績好了 沒有什麼差錯 你要效忠台灣政府 以後我們台灣民政府 會改為台灣政府 那時候就要效忠 才可以改 台灣身份證 高砂族 那時候六年 沒有一百萬的補助 那時候 秘書長有曾經講過 我們的政策 高砂族是怎麼要補助一百萬 是因為人不夠 現在五十二萬 我剛講 你看幾千年還是五十幾萬 三十幾萬到六十幾萬 因為高砂族 因為高砂族 休假 可以到北隊 還是駕到中國人 整個身份都換到平地 換到中國人 那平地人駕到我們高砂族 都沒有換的 身份證還是平地人 這樣有公平嗎 你們有沒有媳婦或是女婿是高砂族的 你問問一下 你的女兒嫁到高砂族 你女兒的身份還是平地的 以前中華民國的規定是 高砂族的小姐 嫁到中國 或是嫁到平地 身份都要改 所以我們人口都少了 現在裡面高砂族都改女性 都不會高砂族 這樣算不算高砂族 母性是本身 那算高砂族 高砂族 對 但是奇怪喔 只有我太太 變成高砂族 不曉得西羅的附贈事務所 怎麼那麼可愛 她反而問我 三十幾年前 我們結婚以後 我們去把我太太的名字 能夠移到山上 反而她問我說 要不要改夫妻成為高 那時候平山地人 我就問我太太 那好啊 這樣就改了 以後都沒有人改耶 連牧師 因為我們做牧師的 有的成績不錯 讀書也讀得不錯 去過很多的國家 我也去過也不少的國家 也不是說因為我們聰明 所以我們平地小姐嫁給我們 不過這個是戀愛很難講嘛對不對 妹妹 這個戀愛不一定 不過就是因為 不過就是因為很多有才華的 會彼此的戀愛 所以我太太這樣 到現在還是高砂族 那很多牧師 那很多牧師的娶平地小姐 那很多牧師的娶平地小姐 他們沒有辦法改了耶 他們到護政事務所 要改嗎 要改嗎 不可以改了 奇怪好像 我聽了那麼多次 二十多年了 好像只有我一個太太 我不是一個太太 所以我的太太是 變成高砂族了 真的不容易改耶 也不容易到現在也是 不過他也想說 我要不要回到平地同胞 要看你啊 要尊重你啊這樣 好這個是小插曲 我們看看 連我們原住民高砂族 這個名稱也會 因為中華民國的教育 給我們搞混 搞混到什麼程度 我們花了 三地三包 從藩人 生藩手藩 高山族 三地三包 三地平地三包 然後有的說 平地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 所以有的人開玩笑說 哦 你們我們是三地三包 那你四包好了 但是這些 因為the people own Taiwan 是整個住在台灣 不管是誰 那個就是own 是住在台灣的 但是the people of Taiwan 的話 那是本土台灣人 那我們看看 在1923年的時候 天皇的皇太子 來到台灣 本來是對於藩人 這個名稱是有歧視 但是他發現說 啊 高山族 這個 別人認為是 反正 反正 反正是 沒有教育呢 好像野蠻人 叫做反正 所以這個太子 他覺得說 咦?不對勁喔 看著王子民 這樣穿瓜跳舞 那你好 那你水 那你好天啊 有幾個 要讓他們跳的話 不得了呢 因為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因為時間的問題 沒有辦法給他們跳 我們這一趟去美國 9月6號那時候 9月5號是 美國的時間 那是9月6號台灣的時間 我們三個高山主 我們就穿高山主的衣服 我們就在那邊跳舞唱歌 然後用鋼琴 一個台中州州長 他是基督徒 我們又唱教會的歌 剛剛一起唱的時候 啊!高興了 所以美國說 啊!這個party so nice lovely party 非常好的宴會 所以那時候 不但我們的主席 曾根宣召 宣布了 我們整個的 台灣民政府的存在的時候 大家都高興 所以我們的秘書長說 成功了 好!時間關係 我們就可以 這些都是以前我們 黃沃土地 你看連阿密斯也在黃沃土地 在抗議 那因為所有的土地都被財團拿去 不是說都更計畫嗎 都更計畫就是為了財團 就像苗栗縣 某個縣長 連他弟弟在陽明山的土地 然後在他可以侵占國有地 才被罰六千塊而已 還有這樣的天地 所以這個就是中華民國帶著財團 那今天我們看看 除了我們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以外呢 我們看看 然後再補充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這個剛剛看 跟你們講說阿扁 在 我不會當著 就是不會當著 這是羅馬字 白為字 好 那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存在 就是日暑美戰 那日暑美戰唯一的就是 一定有成立當地的民政府 然後就結束軍事政府以後 那才是正式主權國家 這個主權國家 將來我們可能跟日本幫聯 因為主權還是在日本天荒 所以台灣沒有辦法 獨立的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美國也講 奇怪你們公投 還要還要讓逃難 中國這個逃難人 跟你們一起決定 公民投票阿 這樣不合理阿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投票也是輸阿 其實他們才四百萬而已阿 為什麼輸 都被中華民國侵占 整個財產 都是台灣人也歸向中國 所以很可憐 今天 讓我們發現 我們有了 秘書長給我們的 尊嚴 讓我們知道日暑美戰 然後在 2006年10月24號 開始控告美國的時候 一直到三年訴訟 決定原來 美國在2009年7月4號就放棄 8月6號放棄抗辯權 那放棄抗辯權 表示他已經輸了 所以我們還是有機會 台灣民政府 帶動台灣人 帶動我們的台灣人 帶動你我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參與台灣民政府的目的 大家 特別年輕人 多善用 Facebook 把你今天 或是這幾天所了解的 告訴你的朋友 讓他們也參與台灣民政府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辛苦大家 謝謝 各位學員請起立 走勒 學校休息10分鐘